想要开车骑车上路就要考照了 暑假到来也是考驾照的一个热门时段 彰化县河美镇第八年办理机车下乡考照 因为名额是有限的 有不少家长会凌晨就来镇长服务处排队抢名额 而今年抢到头乡的家长凌晨三点半 就帮儿子来排队 早上八点一到彰化河美镇长服务处准时发放号码牌 不少人凌晨就默黑来排队 为的就是要排机车驾照报考名额 原来彰化河美镇内没有提供机车考照的驾训班 民众如果要考机车驾照 得大老远跑到车程将近半个小时的花坛乡彰化监理站 也因此每年暑假监理站下乡办考照时 就会吸引民众来排队 杨先生的爸妈凌晨三点半就帮他来排队 抢到考驾照投降 只可惜他太紧张失误没考过 明年还得卷土重来 考照现场几家欢乐几家愁 考过的民众松了一大口气 感谢早早就来帮忙排队的爸妈 张化监理站下乡到河美来办考照 已经连续举办至少七年的时间 只限定涉及河美的民众报考 早年还有一百二十个命额 但今年只开放七十个命额 因此超级强受 不过当地考生都说 因为可以到练习的场地就进入考 比较熟悉不会紧张 觉得排队很值得 记者林一峰张化报道